没有看错,全无禅这一跳,七位裁判全部给出满分十分,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全无禅这寄精思作的一跳,这一跳是难度系数为3.2的40cc,我们屏住呼吸,静静观看。 全无禅再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,表现的太完美了,全无禅空中的姿态可以说是非常完美,入水的水花可以说做到了极限。 最终结果就像我们开头所看到的一样,七位裁判全部给出满分十分,这次比赛是全无禅与陈渔熙的又一次巅峰对决,陈渔熙的第一跳107B,向前翻腾三周半居体。 空中姿态可以说是无懈可击,入水的水花相对来说有一些大,陈渔熙的第一跳得到79.50分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全无禅的第一跳,动作是与陈渔熙一样的,难度系数为3.0的107B。 好的,我们来看全无禅入水的水花可以说照比陈渔熙是要小一些的, 穷蝉第一跳最终得分85.50分。 接下来我们看陈渔熙的第二跳,难度系数为3.2的40GC,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。 这一跳对于陈渔熙来说表现的也并不是十分完美,水花还是有一些大,没有压住。 陈渔熙第二跳得到80.00分,而全无禅这一跳就是开头我们所看到的,全无禅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征服了所有裁判。 得到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满分96.00分,这次在两跳过后,全无禅已经领先第二名的陈渔熙多达20分之多了。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跳,陈渔熙选择的是难度系数为3.3的626C,碧莉向后翻腾三周报夕。 陈渔熙这一跳表现的非常完美,打开的一瞬间将水花压住了。 陈渔熙的这一跳也有三位裁判给出了满分10分,得到95.70分的高分。 全无禅第三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为3.2的6243D,碧莉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。 我们来看全无禅这一跳的表现如何。 入水的那一刻并不是很垂直,但是全无禅通过个人能力将水花压住了。 这一跳全无禅得到86.40分,而在三跳过后,全无禅依旧领先陈渔熙10分之多。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跳,陈渔熙与全无禅都选择的是难度系数为3.3的20GC,先后翻腾三周半报夕。 首先我们来看陈渔熙的表现。 这一跳表现的几乎完美,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 从得分上就能够看出,有两位裁判给出了满分10分。 陈渔熙这一跳得到94.05分。 接下来我们看全无禅同样的动作表现如何。 不难看出,全无禅这一跳与陈渔熙对比来说,水花明显很大了。 但全无禅空中的姿态确实是非常完美。 只是在最后时刻入水的水花没有压住。 这一跳全无禅仅得到75.90分。 而四跳过后,陈渔熙已经反超全无禅升至第一位,此时比全无禅多了5.45分。 最后一跳将会决出最后冠军的归属到底是全无禅还是陈渔熙。 二人最后一跳都是难度系数为3.2的5253B。 先后翻腾两周半,转体一周半躯体。 陈渔熙率先完成了比赛。 最后一跳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完成了比赛。 陈渔熙最后一跳得到86.40分。 5跳之后的总分为435.65分。 全无禅想要在最后一跳上反超陈渔熙, 必须要得到91.85分以上的高分才行。 我们来屏住呼吸,静静的观看全无禅最后一跳。 我们从现场的欢呼声就能够看出, 全无禅这一跳完成了反超。 有四位裁判给出了满分10分。 最终全无禅第五跳得到94.40分。 以总分438.20分。 反超陈渔熙2.55分。 夺得本战赛事冠军。 祝贺全无禅。 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陈渔熙。 二人之间的良性竞争对于他们的共同进步都有好处。 我们要理性看待他们的竞争关系。 从最终的比分不难发现, 全无禅领先了第三名150分之多。 真的是太强了。